早上好 我是敏和 欢迎收看今天9月20号的百个城报 近来全程闹得沸沸扬扬的课题 莫过于选委会在上周建议的重划选区 面对朝野的批评声浪 选委会主席莫哈莫哈欣也开枪暖家说道 选委会重划选区的建议没有偏帮任何一方 结果在网络上再度掀起新一波的讨骂声浪 新报今天的头版把重点放在选委会主席所说的话 表示选区重划只是初步建议 所以他声明选委会不偏帮任何一方的立场 并不解释为何会那样划分 只是要求任何符合法定资格的人士 必须在10月14号之前提出反对和意见 新州日报头版说的是反对党 为了立足国阵重夺雪州政权 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建议雪州举行闪电周选 不过雪州大臣阿兹敏却强调 雪州没有必要闪选作为抗议的手段 希望联盟秘书处主席赛夫丁表示 西蒙将会提出十大议案 并且透过地方政府和个别选区的西蒙议员 提出反对和抗议选委会的选区宠话 新海夏时报今天有独家新闻 直击踢爆在新加坡被淘汰的豪华名车 运进我国重新复制后 再以低价非法斗手 犯罪方是行之有年 那是因为陆路交通局内部成员也涉案其中 协助复制车取得合法的汽车身份注册 特别提醒民众持有复制车是非法行为 不但车子会被冲攻 车主也会触犯四项陆路交通法令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 一名沙巴州政府机构的前总经理 涉及大约900万令吉的土地交易洗黑钱案 反贪会正在追查他的下落 这是一中12年前的旧案 如今反贪会展开追查行动 根据调查显示 这名前总经理批准大约900万令吉给一家棕油公司 另外又批准另一家政府机构的赔偿金 结果发现 不管是棕油公司或是赔偿金 都是去设项目 除了涉案的前总经理 反贪会也将扣查棕油公司业者 并调查公司向政府提出假索偿的指控 一名前记者希迪因为批评 以故一党精神领袖哈伦丁而惹祸 并在昨天凌晨于住家遭警方逮捕 希迪的妻子之后在脸书描述 希迪被逮捕的过程 他表示警方执法不当 不仅擅自爬进山门进入庭院 还在没有出示逮捕令的情况下搜查作人 无论如何警方向法庭申请严扣失败后 希迪已经在昨天获得保释 事后全国总警长卡丽在接受马来邮报访问时表示 警方在逮捕希迪的时候是不需要逮捕令的 卡丽给的理由是 警方是根据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 对滥用社交媒体的希迪展开调查 所以不需要逮捕令或搜查令 就可以进入希迪的住家搜查 并且逮捕和扣留他 今天的传报到此 谢谢收看